字幕提供 這台車當然是Artis 這台算是11.5代的Artis 今天來安裝的版本是KT的道路版避震器 在Artis的車友裡面 真的很謝謝大家那麼捧場 所以一有空檔的話 我們如果有安裝避震器 其實都會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影片一開始很謝謝大家之外 很希望大家在看影片的時候 如果有遇到想要詢問避震器的問題 或者是底盤也好 請車友們不用客氣 請立刻在線上跟我們詢問 這台車11.5代的Artis 就有改大包 今天要安裝的是KT的道路版避震器 那上座的部分呢 因為這台車是11.5代 所以它的上座螺絲 跟X版的11.5代都是出的 我們也是一樣 都有做專用的零件 在上座的裡面呢 這裡有一顆可以做阻尼的旋轉 所以前面的話阻尼的調整 就是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我們有附上座 所以原廠的上座 還有原廠的零件 都不需要再拆下來做沿用了 因為這台車 我們在Artis Club裡面 有開過好多好多次的直播了 所以講的內容應該都差不多了 那前面的話呢 配置的公斤數是7公斤 離載串的固定點 就都沿用原廠的離載串 還有這些油管架啦 ABS感應線 這些都是專車專用的規格 那今天要降的車高呢 原廠是四指幅嘛 所以今天其實沒有要降很低 因為有大包 所以車主的話 只有想要降一指幅左右而已 所以我們會把它降到大概三指幅左右 會比較比一般車友安裝的時候 都是兩指 會略高一點點 前面的話是7公斤 那主尼尼的話 我們用的主尼尼很棒喔 是義大利一整桶進口的 手盤把它旋鬆之後 從腳管往下延伸的話 它的整體長度變長 車高就變高 所以它能調高跟調低的範圍是很寬的 這台最高的話大概是30-30.5左右 最低的話輪胎到葉子板差不多快切齊左右 這是前面的懸吊 這台是11.5代 那最新款的像今年上市的是12代的 12代的Artist已經改成最新款的TNGA的底盤 那12代的話KT我們也都有 所以如果板上的話有12代的車主 也都很歡迎跟我們聯絡 要試乘或者是有任何問題都很歡迎發問 那後面的話這個4代呢 還是一個算是扭力量 它不是多連桿扭力量的懸吊系統 那殘皇的話我們配置的後面是5公斤 上座的話都有附 後面的上座在椅背的後方 在椅背的後方 所以阻尼的調整呢是從這個地方 我們椅背Artist是可以64分離往前搬的嘛 那往前搬之後從這個地方把它掀開 這裡就可以看得到 燈再過來一點 好這個地方呢看得到KT的LOGO 從這裡呢就能夠旋轉阻尼了 一樣往H的方向 往H順時針的話就是變硬 往S的話呢 逆時針就是變軟 所以一共有30段的阻尼你可以調整 所以Artist在調整阻尼的時候也還蠻方便的 這裡有一個塑膠的扣具 塑膠扣具拉開之後這個室蓋打開 就能夠做軟硬的調整 那這台車我們一般安裝都不到一個小時就安裝好了 所以現在師傅已經準備要上胎了 這台車都還是維持原廠的 這個是原廠 原廠的話應該是這個規格應該16吋的 我記得是X版才是17吋的 這是2055 16吋的規格 那這台車很多的車友都升級17吋 甚至是18吋 18吋的話 就大部分都配254018 那整體霸氣就不一樣 而且這個車也還有尾翼耶 很漂亮 那線上的Artist車友呢 如果有任何問題啊 不用客氣喔 請告訴我們 我會把鏡頭呢 帶到大家想要看的地方 這個連煞車都還是維持原廠的啦 Artist的煞車 基本上的動力 如果也算還不錯 如果有開車的吸性比較快的話呢 就可以升級前面 基礎的話呢 都是升級加大碟 那如果加大碟還不夠的時候呢 就會升級多活賽的卡鉗 這台是17年的樣子吧 17年 17年就是11.5代了 今天的直播好快喔 原廠的胎壓 我們都會建議啦 其實日系車的話 在B柱這裡呢 都會有一個胎壓的建議值 像日系車的話 Artist的話 他把駕駛座的門打開 在這裡都會有建議值 像原廠建議的胎壓呢 是32 後輪的話呢 30也都還OK 那像今天的胎壓 36 就有一點點偏高 但是還在合理範圍啦 後輪的避震器要定位嗎 Eric你好 後輪的避震器齁 它是扭力量的耶 所以這個的後輪啊 這個11代 9代10代11代後輪 都沒有辦法定位 可是有的是需要有一件 特殊的墊片呢 它是能墊角度的 但是通常 這幾個4代呢 是後輪是沒有辦法定位 可是 如果是最新款的12代就不同了 12代TNGA的底盤 它是多連桿的 後輪是需要定位的喔 L大家在詢問說 有沒有版本喔 這一個版本 是 道路版的 那KT的話 還有經濟版 經濟版的話 是要加3000塊錢 彈簧 阻尼 都不一樣 配置都不同 Eric大海詢問說 換避震器需不需要定位 當然要喔 換避震器的話呢 它的後輪雖然沒有辦法定位 我們看後輪 後輪的話呢 它的Camper 投影都不能調整 所以後輪的話呢 就算要定位 沒的角度可以調整 但前輪不同喔 前輪我們拆裝完畢之後呢 前輪最主要要針對Camper 還有頭鷹 豎腳 還有羊腳呢 要做定位 所以換避震器需不需要定位 是需要的 要定位喔 還有其他的車友有問題嗎 很歡迎詢問 KT都有附上座啦 剛剛提到過了 這個上座呢 如果像這一台車 其實17年齁 它的里程數也沒有很多 上座其實都還是OK的 可是如果像是九代啦 十代的車友也很捧場 那它的車領有一點久了 這個上座它其實裡面有一個軸層 軸層的話還有上座的橡皮 它都是有壽命的 所以如果車領比較久了 用車的里程數比較多 它的上座就有可能是損壞的 那如果來沿用的話 就有可能會有造成有異音 那就變成之後還要再拆裝一遍了 但是改KT的話 這些問題都沒有 因為我們就有附全新的上座 前後都有附 好OK 放這 好那今天的Artist的直播呢 我們就到這裡了 下一次有再安裝到Artist的話呢 再跟大家做直播的分享 那最想要安裝直播的應該算是十二代 因為我十二代的話有安裝過 可是沒有直播分享過 那明天早上一樣是有一台Artist 明天早上的話應該是十一代的吧 如果有空檔的話呢 一樣會開直播跟大家分享 那一樣是在這個俱樂部裡面 我們是KT的話是Artist俱樂部裡面的贊助商 所以如果明天早上有空檔的話 一樣會開直播 好 Eric大你詢問的是 九代避震器同不同用 九代它的避震器跟這一台 基本上是同用的 可是九代這一顆螺絲啊 它是比較細的 所以九代如果嚴格來說呢 是它的上座跟十一點五代是不同用的 可是跟十一代是同用的 最主要是上座的螺絲不一樣 這個也很簡單啦 因為我們KT本身就製造工廠 只要換個上座就可以使用了 所以這些對我們來說都不是很困難的事情 不論是九代 十代 十一代 十一點五代 十二代 KT通通都有做 那很歡迎大家有機會來試乘 我們北區還有中區的話 也都有試乘車可以讓大家來做試乘 避震器的話 覺得試乘之後 有滿意的話 再來考慮就好了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了 謝謝大家 拜拜